4. 丁友年9月16日之四 很多人有恶名的问题 而属习官跟调习 能让我们听到更多的声音 因此 就不会一直被恶名锁定 我们要让耳朵动纹十方 什么都听得到 如果恶名 那一定也还是会听到恶名的声音 它会干扰我们 但我们要不被它干扰 不被干扰就能听到更多的声音 耳鸣再大声 也不比鼓声大 将耳鸣也视为声音的一种 它干扰你 那就以十方动纹的力量 把耳朵转移去听鼓声等其他的声音 调习有一种平衡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的心定下来 譬如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发脾气 你会被影响 也可能被他惹火了 生气了 但是因为你有缠定的力量 有调习的功夫 所以你看到它在生气时 也同时看到很多的事物在变化 可能刚好是看到一只猫在玩耍 因此你的心力 不会专注在生气的对方 因此就比较不会被影响 外面的声像很多 我们也都看得到 却很容易被我们忽略 例如 现在有一个人在生气 但全世界不可能只有这一件事 生气的人 旁边可能有树木 有小狗 有花草等等 还有很多的事事物物 假使你只针对它 一定会被它影响而烦恼 但假使 能够看看旁边的事物 哎呀 那只小狗在干什么呢 那朵小花好美哦 稍微移转一下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影响了 耳鸣是很容易发生的 感冒的时候 也会产生耳鸣 耳鸣的时候 你不喜欢它 就去听别的更大的声音 你可以听鼓声或海浪声 虫鸣鸣鸟叫声 只要把它转移掉 耳鸣的声音就不会那么干扰 修缠的功夫 修缠的功夫 就是要让你达到这个境界 这种层次 当我们调息静下来的时候 耳鸣的声音会更大 平常讲话时 可能还不会注意耳鸣的存在 但是一静下来以后 耳鸣的声音就更凸显了 但是这与它有没有干扰你 是两个问题 不干扰就和你没关系啊 若是干扰到你的话 你就借这个时间去听听海潮音 禅修是以超强的意志力 把外在环境的干扰压制下来 不让外界干扰一直涌过来 它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刚刚学习的调息方法 就可以办到了 何况还有其他如属习 等等方法 今天我们要谈第二个方法 念佛 念佛 念佛在修禅的过程也很重要 我们等一下 还是要先做三次的深呼吸 三次深呼吸以后 就进入调到顺了以后 就开始念佛号 现在就开始进入三次的深呼吸 这三次是强制性的 要强力地把它吸进来 然后非常非常缓慢地 把气吐出去 接着开始很自在 很随意地调息 我们现在是为了要念佛 所以可以用调息的方式 或者用数息 数出不数入 由一到九的方式 数个三次 五次 之后就自然地调息 念佛 调息中 调息的功能 是要让心整个沉静下来 让我们的耳朵 可以十方动闻 天地间 只要有任何的声音 你都可以听得到 到达这样的境界 调息的功夫 就到家了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用鼠息或念佛 嘴角保持微笑 让自己有种喜乐的感觉 假使 发觉心静不下来 那你就先用放松的方式 把全身放松一遍 如果静得下来 就不必再重复这个程序 若是不能静下来 随时都可以重复做这些放松 然后再进入调息 心有没有静下来 是很容易测试的 当你发觉 当你发觉 耳朵已经能够动闻十方 眼前所有声响 你都听得到 那么这个时候 心就会逐渐静下来 假使只能听到少数几种声音 代表 我们的心还不够沉静 最容易听到的是 低频的声音 其次是高频 然后还要想办法去追踪 比较遥远的声音 在河南寺 你可以追踪海潮音 像现在第一个声音 是低频的 一直都有如马达的声音在响 第二种是高频的 很细 很细 很细的声音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高低频的声音都有了 但是还不够 还要抓住一个遥远的声音 譬如在市区 可能附近有寺院会敲钟 那你就追踪那个钟声 而你现在 在河南寺可以追踪海潮音 今天的海浪不大 最为适合 海浪太大时 会变成低频 海浪太小 会听不到 所以也不行 今天的海浪 四有四无 大约三级风左右 在这个禅堂 低频高频都能听得到 如果 又能细住那绵绵蜜蜜蜜 遥远的海浪声 这样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心 慢慢地进入到一个沉静的境界 当耳朵可以听到所有的一切声音时 就可以一心同时 有好几种作用了 打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当我们沉静下来 虽然听到各种声音 但是我们都应该处在喜乐之中 用欢喜心 很快乐地再打坐 当我们的心 因为调喜而沉静下来 就可以启动念佛号的方法 不能念出声 是默念 心里面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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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阿弥陀佛 要跟我们的气息一致 吸进来 阿 呼出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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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释放出去 将整个压力都释放掉 至于长度 你可以自己控制 必须记住 在念阿弥陀佛的同时 要十方动文 你现在可以慢慢实验 用你的调习方式 跟阿弥陀佛 产生念力的共鸣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